花蓮彰化同乡会一年一次办理的响应捐血活动 16号的上午是在花蓮市里幼儿园前的广场热闹的登场 捐血车一早就来了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来捐血 捐血前例行性的鲜良血压及基本的咨询 前来捐血的请民众也相当的踊跃 在亚洋高照气温居高不下 花蓮彰化同乡会理事长林森及总干事和理经事们 带领子干部会员伙伴们展现服务热诚 让现场热闹滚滚 同乡会参与招呼捐血人的服务工作 与民众一起来做善事 大家都认为做善事越多人就会越来越年轻 越快乐身体也会越健康 主要是大家保有一颗喜乐的心所致的 花蓮彰化同乡会 今天来关市 关一年关两次 这两面也有 这好事 就连这好事 跨连彰化同乡会理事长林森表示 能够有这次的机会 带领会员们走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是非常棒的一项服务 从事会成立之后 每年会有两次主办捐血活动来造福乡亲 同样会维持优良的传承 元席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参与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让捐血一带就能移民的爱心奉献 而不是口号 记得继续观看不到